大家好,歡迎回到來 NHK講到今次不同的節目的軍武器熱 你的節目主要留意一下 這一節關於戴利斯基傳統式去到美國國會 做了一個演說 受到政議院院長、佩洛西的邀請 去到政議院國會 國會山莊會進行一場大概二十多分鐘的演說 當然會受到參眾兩院的議員 元老級、總理級的任職支持 首先他上課和副總統參與必然的議長 郭錦麗的大招呼 最重要的是佩洛西 這個就是佩洛西基都達到 我明白了,一定受到全場 最後就是 入場 全場的掌聲不絕 我們會用廣東話做現場的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傳譯 讓大家可以用廣東話 去解決澤林斯基演說的來源 先由參議院議長佩洛西 跟同事說一聲 為一個榮譽 介紹烏克蘭人民英雄 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 今天就給大家介紹認識 全場都有一部現場的聲音 很快就讓我們看到 集員斯基開始他的現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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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美國人 無論是所有的州、城市和城市 對所有珍惜自由和正義的人 就像我們烏克蘭人一樣 在我們每一個城市都是如此珍惜、自由和好意 在每個家庭裏面我都希望我的尊重和感激的意思 可以在美國人心目中產生共鳴 I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in helping Ukraine Madam Speaker You bravely visited Ukraine during the full-fledged war Thank you very much Great honor Thank you Great privilege to be here 我真是鼓勵下來了這裡 尊敬的國會議員 和訪問過幾乎兩黨的代表 尊敬的兩黨的國會議員 參議員 相信 你將來訪問烏克蘭 Present in this chamber And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You are journalists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at the U.S. Congress And speak to you And all Americans 很榮幸來到美國國會 和你們和所有美國人發表說話 在各種困難和悲觀的情況下 Ukraine is alive and kicking 是沒有倒下的 我們呢 機緣呢 是生機騰擊的 多謝大家 Thank you And it gives me Good reason to share with you Our first join victory We defeated Russia 第一個 一個聯合的勝利 我們在爭奪世界思想的戰鬥裡擊敗了我 我們沒有恐懼 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應該有恐懼 烏克蘭人贏得這場勝利 它給了我們鼓舞整個世界的勇氣 美國人取得這場勝利 And that's why You have succeeded in uniting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protect freedom And international law 這個就是爲什麽你們 美國人 能夠成功全國際社會的保護 自由和國際化 歐洲人都贏了這場勝利 這個就是歐洲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 和更加獨立的原因 俄羅斯的暴政已經失去了對我們的暗政 他們永遠不會再影響我們的思想 但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 特朗普全球的國家都可以得到這樣的勝利 我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俄羅斯人只要覺得有一絲的勝利 他們都會 但他們只需要擺脫克里姆林宮 只可以獲得到自然 現在戰鬥 繼續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戰隊上激迫克里姆林宮 這戰鬥不是為了領土 也都是為了歐洲 這條戰鬥 不動人 但只能為了烏克里姆林 只能為了孤 yardım 生命 自由和孤兒 也都是 鬥爭奪定我們 將來自然 Color 未来是怎样的世界里生存 这个战斗不能够被退避 也不能够忽视 不要想着有海洋或其他东西 就可以保护到你 从美国到中国 从欧洲到南美洲 从非洲到澳洲 世界是互相联系的 对于依赖 在这样的战斗的时候 每有人能够自身事外 同时有这样的关系 乌克兰和国 我们是一层战斗的地方 不然是一个战斗点 我知道 哈勒的勇气和美国努心 我必须保证我们共复自由的命 捍卫我们自己价值观的人生 和我们的自由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各位美国努力 昨天 华盛园区 支持我还在巴赫姆前市 在乌克兰和弗洛斯的军队 在乌克兰和弗洛斯的军队 和他们的孤独兵 一直马不停蹄 在月开始 在乌克兰和弗洛斯的军队 每一天都很想 在巴赫姆 但是巴赫姆最终都能够坚持立派 去年 有七万人住在巴赫姆 在这个城市 现在只有少数 在乌克兰和弗洛斯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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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逆手几次 有时甚至不容易 但是乌克兰和弗洛斯 依然能够坚持着 俄罗斯人 利用尽力 利用尽力一切 在对抗巴赫姆 与俄罗斯人 在火炮方面 他们的弹药方面 他们拥有的动力 比我们更多 这个是震撼 但是我们的军队的坚守 我们为他们感到转武 和俄罗斯人的召索很远迟 俄罗斯人的召索很远迟 他们把罪犯派到前面 把他们所有的事都订过 好像奔索 好像奔索 被自由世界用尽一切的方法 在1944年 在1944年 1944年 圣诞节坚守阵地和反击 比特拉的军队一样 这样的乌克兰士兵 在今年的圣诞节 都在召索普京 在做同行的事 乌克兰坚守阵地 永不投降 谢谢 所以这里是前面 这些图证对人民 是充满残忍的 不仅是为了这场截斗 我们要远远 亦去到一个转移点 我们要一战场上去 我们有火炮 谢谢 我们有火炮 谢谢你 但我们有 够不够呢? 没够说 如果我们要保证 巴克姆会不会远远远的 一个颜军的据点吗? 而是要令俄罗斯军队彻底的切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大爆炮 乌克兰的外国人就能够捍卫到我们的 当俄罗斯的大炮没办法 对到我们的城市的时候 其实会用动弹去击毁我们 单纯就是这样 俄罗斯这个种族灭截的政策 找到一个名字 伊朗 一千上百伊朗的无人机送到俄罗斯 对我们的关节基础设施 构成了威胁 这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找到两个恐怖分子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 他们也是会攻击你除外弹人 汛水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打击他们 我相信 在我们的年轮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禁忌 乌克兰人从来没有要求美国士兵 在我们的土地上的游战 我向你保证 乌克兰士兵 自己可以完美操作美国的坦克 和飞机 谢谢 谢谢 我要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感谢 你把我们提供了财经 财务的方案 和你们来决定的法案 你们的钱不是磁事 是一种投资 是一种投资 是对全球的安全和民主 的一个负责任的方式 的一个投资 罗罗斯 罗斯 可以停止侵律 如果他愿意的话 但你可以令到我们的生理加成 我知道 和他可以向任何潜力的侵律者 无人能够成功侵律其他国家 和无人能够犯下暴行 违背人民的意愿去统治 俄罗斯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他们是被克力灭 所以他们恢复国际法律秩序 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我们需要和平 在乌克兰已经提出了 我刚刚和拜登总统讨论过的建议 我们的和平方案 为了我们的共同安全 是补足的 好 保证到最早几十年 可以举行 我们日 我高兴拜登总统今天 支持我们的和平倡议 每個人都可以協助實施,包括兩院制,兩黨制,像美國的領域 各位國會議員,你們可以加強制裁 令俄羅斯感到它侵律的好,是幾有意義 因為你有能力幫助我們,所以發動這一場罪惡的戰爭 所有人都適合治愈法 我們開始,讓恐怖主義的國家 讓恐怖主義的國家對他們的恐怖從來侵略 和賠償戰爭,讓大家看到美國來了 各位先生女士,美國人,在兩天,我們會慶祝聖誕節 可能只能夠用這個觸光,是因為它會更加浪漫 因為我們沒有電 兩百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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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無法運作 但我們不會討厭 我們亦都不會去批評 誰的生活的輕鬆 你們的幸福是你的國家安全 你們爭取獨立、獨立的勝利 之後會結合 而我們烏克蘭人亦都會有尊嚴 和成功地步過我們的獨立的戰爭 我們會慶祝聖誕節 就算沒有獨立 我們都會慶祝聖誕節 我們對自己的信仰不會勝負 如果俄羅斯用銅彈襲擊我們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如果他們用伊朗 就沒有人襲擊我們 我們就 平安夜去訪問 烏克蘭人仍然在折弱的時候 不想打氣 既不需要 都沒有必定知道每個人的願望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所有的 幾百萬民林的烏克蘭 都希望只有一個 就是勝利 只有勝利 這個願望 我们已经和美国人一起建设了一个强大的乌克兰 有强大的人民,强大的军队,强大的机构 整个欧洲和世界制定了一个安全的保障 我们将所有反抗治安置到位 这个将是保护欧洲和全世界民主的记忆 现在在这个这么特别的生活,我要多谢你 我感谢每一个新式家的瘟灵,并希望他人都能够得到瘟灵的另一个家庭 我多谢香港拜登,和参重民,感谢你们的贵的帮忙 感谢今年你们支持乌克兰的城市,和你们的公民 他们接待了我们乌克兰 我们的人民,他们揮舞着我们 他们採取行动帮助我们 感谢现在前线的美国,即所有的战争 不过我站在这里,我想起库兰克林和斯福总统的战争 我认为这一刻很好 美国人们,将会以他们正义的力量,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相信乌克兰人都会和胜 我相信乌克兰人都绝对会和胜 我相信乌克兰人都会和胜 我知道一切都取缺于我们 我知道一切都取缺于我们 很多取缺于乌克兰的部队 亦都带着一切都取缺于全世界 但有很多东西都是取缺于你们的 今天我是巴克兰人士 我们前线的英雄给一支瓶牙 那些为了保护乌克兰、欧洲和世界的牺牲生命 他们叫我将这面旗带给你们 带给美国国务 带给众议院的议员和参与 因为你们的决定 Let this flag stay with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lag is a symbol of our victory In this war, we stand, we fight 因为这支旗是我们在这场战争取得胜利 我们站起身 我们的节斗,我们的弱 因为我们团结一致 乌克兰、美国和整个自由的世界 大家看得出,扎尼斯基相当感谢佩洛西 这次佩洛西邀请了扎尼斯基来 但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可以,就在最后一段时间 多谢大家 祝上帝保佑我们的冠军 我们的市民 上帝保佑美国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胜利 光荣耳赐于乌克兰 愿荣耳归于乌克兰 愿荣耳归于乌克兰 帝保佩洛西代表国会 帮送给这些地面品 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 扎尼斯基 扎尼斯基给我 我拿到的,给我吧 但莲斯基的演讲 主要告诉大家 第一,美国的帮忙是对乌克兰重要的 是在访诺的总统扎尼斯基 谢谢 習尼斯基就連結了這場美國國內之旅 習尼斯基的國會山莊歷史性演講 最後一個五個總結給大家 第一點是習尼斯基呼籲美國繼續提供財政支持 亦提醒國會 你們的錢不是放下去磁線 而是對全球安全和民主負責任的形式的投資 這對美國歷史上來說絕對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包括之前處理阿富汗的情況 前蘇聯入侵阿富汗 正正是因為之後沒有處理好阿富汗的民生 沒有一個好的規劃 最後令阿富汗一個亂局出現 所以其實這次支持瓦蘭 也是解決前蘇聯和俄羅斯製造出來的炸彈 解決得好的話 絕對是對全球的安全和民主的一個很大的建築 第二點是習尼斯基督促國會議員 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 要恐怖分子為自己的侵略負責任 亦提出十點的和平計劃 希望國會議員能夠協助實施 第三點 俄羅斯人用盡一切辦法去對付烏克蘭的城市 例如巴赫武 但烏克蘭也能夠堅守陣地 永不投降 他也提到 巴赫武現在每一寸土地都是浸透著鮮血 但烏克蘭人是沒有願意 他們繼續去戰鬥 在多慘的情況下 頓巴斯依然是見得到烏克蘭人 第四點 扎尼斯基也說到 戰爭的暴行出現 但烏克蘭人仍然會 昂首挺空 去慶祝聖誕節 就算沒有電 他們也會點蠟燭 他們的信仰之光 是不會因為沒有電而熄滅的 最後一點 扎尼斯基在結束的講話時 都說到烏克蘭是會取得絕對的勝利 他引用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到 美國人堅信他們一定會得到最後的絕對勝利 他也相信烏克蘭人一樣會最後獲得絕對的勝利 這就是我們今天和大家做了一個簡短的傳譯 當中一定不是完美的 所以請大家見諒 有一個廣東話版本的扎尼斯基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包括可以收看廣告 訂閱我們的Youtube 亦可以考慮訂閱我們的Patreon每年頻道 支持我們 另外也可以除完課金 包括銀行、Payme、轉數塊 亦可以透過PayPal或Youtube的功能支持我們 可以多點留言、LIKE和SHARE我們的節目 好,你的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範圍消息和瓦蘭戰報 再和大家再見,拜拜